弟兄姐妹们 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临学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 主题是 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 马太福音第十章讲述了主耶稣第一次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残道 他赐给他们权柄 交给他们策略 教导他们如何面对逼迫 如何站立得稳 也给了他们许多关于忍耐到底和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教导 第一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赶着乌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耶稣装备他的十二个门徒 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可以出去传讲天国的道 而在差派他们出去之前 他首先赐给他们权柄 好使他们有能力 医病 感鬼 将人带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信主后 不只是自己有喜乐平安 也是要受差派去服侍人 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服侍 主日学老师 招待 小组长 传福音等等 当我们服侍的时候 神的权柄和能力就在我们身上 接下来的第二道四节 介绍了这十二个门徒 从世人来看 主耶稣挑选的这十二个门徒 都不是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有宗教背景的人 主耶稣选择了一群平凡的人 彼得 安德利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 这四个人都是渔夫 马太是一个被形容为罪人的税猎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 其他的几位很多人都不大认识他们 这告诉我们 做主的门徒不是要有多大的惨盖 神看着每一位甘心服侍 乐意跟随的人 而且耶稣还告诉他们关于传道的策略和先后次序 五到八节 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的城 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弥斯利亚那里去 谁走谁传 说天国尽了 医治病人 叫使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这不是说主耶稣不要给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在别的经文中我们看到 他绕道 专门为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他也医治一个家园妇人的女儿 他更是专门呼召并拆派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 这里 门徒第一次被拆派 主耶稣要他们先在犹太人当中工作 对于这群初次传福音的人来说 指定明确的对象和范围是必要的 到了大使命 主耶稣才叫他们传福音给天下万民 我们在服事主和传福音的时候 也要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和对象 好让我们有对的优先次序 好让我们的服事是合神心意的 有果效的 所以我们要成为被主使用的门徒 我们都需要按主的吩咐进退 造主的次序分先后轻重 主耶稣拆派门徒随走随传天国进了 并依并赶鬼 他教导门徒 你们白白得来的救恩 也要白白地分享给别人 他还教导门徒要操练过信心的生活 主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戴口袋前廊 甚至不要戴两件衣服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他要他们相信神的供应 出去传福音的人 最重要的装备不是学士才能或钱财 而是拥有一颗单纯的信心 因为当我们拥有单纯的信心 相信神会供应时 就算遇到生活中会有意外的种种差错 我们也不会抱怨或者怀疑神 在出人意外的事情之中 我们也一样相信 神有他出人意外的美意在当中 所以单纯的信心可以使我们在各样意料或意外的遭遇中 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 第十一节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 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 就住在他家 直住到走的时候 好人 原文是佩德的人 耶稣教导门徒要有属灵的分辨力 辨别这人是否对神有可慕 辨别这人在那地方是否有好名声 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接待主所差遣的人 就是接受主的同在和平安 接下来的第十六到二三节 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们 才他们出去就如同羊进入狼情 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和逼迫 甚至是自己家人的逼迫 主耶稣也教导门徒 面对逼迫死的得救和得胜之道 首先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 十六到十七节 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情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其次要倚靠圣灵交托神 十九到二十节 你们被交的时候 不要思虑怎样说话 或者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 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灵 在你们里头说的 第三 要忍耐到底必得救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儿女要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主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们 也就是告诉我们 在地上受患难 必逼迫 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因为世人连主耶稣都逼迫了 当然会逼迫门徒和我们 所以 我们为主做见证 为主传佛音的时候 受逼迫是必然的 我们在苦难当中 要坚持承认主 32到33节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我们不只是要认主 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还必须爱主超过一切 37到39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得则生命的 将要施上生命 为我施上生命的 将要得则生命 本章的第34到36节 让许多人困惑 34到36节 你们不要想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而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 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媳妇与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耶稣是和平之君 为什么说他来了 地上法恩不太平呢 为什么他要叫家人生疏呢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是和平的君王 要带来神和人的和好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这是最终的目的 然而 信与不信的人 会有很大的分歧 哪怕是在家人中 耶稣在这里 只是指出一个事实 地上 甚至是家中 会因为他 而有矛盾或者争战 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为了维持眼前的 表面的和平 而放弃信仰 这个时候 我们要选择坚定地跟随耶稣 背起十字架 跟从耶稣 那些愿意面对冲突 愿意为持守信仰 而付出代价的人 反而得着了生命 最后三节经文 主耶稣告诉我们 无私服侍主的工人 哪怕是给人一杯凉水 这样子的小事 神也纪念 40到42节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猜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一人的名 接待一人 必得一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弟兄姐妹们 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每一个 都是神所看重的 也都是神要使用的 让我们愿意 回应主的呼召 愿意爱主 胜过爱一切 愿意付代价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来成为主的门徒 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 主必赐我们权柄和能力 也必保守我们 成为荣神 一人的美好见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的呼召 愿意付代价 来成为你的门徒 愿意被猜拳 去服侍世人和弟兄姐妹 尤其是服侍你的工人 愿主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 好让我们能完成主的大使命 谢谢主 求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